建议台湾的复理能力相较于国际严重不足 有的白天班富士一人照顾10床 夜班甚至达20床 不仅复理人员教苦 更影响就医犯者的照顾品质 而我国医疗机构设置标准以医院评件规范 主要才前日平均的复病床比例计算 掩盖了大小夜班乃至假日能力严重不足的问题 建请行政院卫生署明定合理的三班 复病笔合理轮休时间 并公布各医院在医院评件中所呈现的复理能力 以维护病患潜意是否有当 请公结案